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那现在我们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一个让人感觉到非常惊吓 非常恐慌的一个现象 就是疫苗护照真的来了 我记得在我们去年还是今年年初报新闻的时候 疫苗护照都有一点类似于介于阴谋论之间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大家一直都在猜测说是不是真的会有疫苗护照 但是当时我记得各国领导人大家反映就是不可能 因为这个东西是违反宪法的对吧 然后违反人权的怎么会有疫苗护照这个东西呢 才拜登自己说的 结果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呢 一年吧 然后结果真的就疫苗护照就这样了 而且在很多国家和各地大力的推行 前天我们新闻里面也有报道过 德国现在已经开始去抓这些反对强制疫苗的人了 对 没错 而且一开始只是说强制疫苗而已 然后后来疫苗护照这东西 好像是vaccine passport好像是后来才发明出来的字一样那种感觉 对 然后现在就突然变成好像是一个政府在推行的一个必需品 你上飞机也要然后做什么事情都要 一开始以为就是会从飞机这些东西开始去implement 但是现在变成你要去吃饭你都要 然后你去做什么都要 对 这个跟我们原来那个想的是有点不太一样啊 就是我觉得说他这个步骤可能不会有这么快 可会慢慢的 像现在飞机上面啊 然后交通工具上面啊等等等等 没有到现在餐馆就是也开始这样的 就还蛮可怕的 就像现在这个德国的人啊 所有人只要打疫苗的人才能外出 然后还有法国已经派出去警察 去每一间餐厅这样子一间一间这样子看 然后看每个顾客有没有疫苗护照这东西 这是太可怕了 纽约现在也规定五岁以上的小孩一定要打疫苗之后 才可以进出所有公共场所 就是包括路也是一样 路也是一样哦 照我的理解来讲啊 因为基本上就是所有公共场所就是 就有人的地方啦 对他就有权利去勘察你的身份之类的 澳洲现在也已经建立了新的新幻肺炎集中营 而且已经建立了很久 好像已经有很多人入住了一阵子了 你记得当时刚建起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全部就在那边讲说 这个就是集中营 底下的人好像都蛮支持我们这个想法 但是很多我们自己私下的朋友就会讲说 这不可能啊 就是这个年代怎么会有集中营啊 不是啦 说你们不要那么夸张 然后不要那么扭曲 人家不是集中营 你们别的那样 防疫旅馆 防疫度假村 对就是你们别说成那样什么集中营啊 对那边又有游泳池 又有什么东西的 对不对 你从那个哪里回来了之后 你去那个厂住个两个礼拜 对不对 多好 Vacation after vacation 为什么不 而且在澳洲 而且在澳洲商家也被要求要确认打了疫苗之后才可以买卖 如果商店卖给没有打疫苗的人的话 将会有6000澳币的罚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No,I know what you're saying No,I know what you're saying You're slave to debt in account last time I with your driver No I'm not You're being recorded You're being recorded as well You're not letting me pay I'm just telling you Excuse me You're stopping me You are stopping me from paying right now I am not Yes you are By law you must sign in first Enable the FPOS machine so that I can pay so that I can leave Please Are you going to enable this FPOS machine so that I can pay? Did you hear the straw of your customers? Or just me? Everyone provides the law itsp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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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destru MIT ничего just when this isime, but when I said to buy something like a small負荷 glass ihin,you could say no 5000 habits. This is a small gift. Just go see or exp. Is walmart R principer? I should come back from in basis It doesn't bring offensedna Siibo потому that it doesn't bond I must go away 疫苗护照这个东西 反正950块一下免费 对 因为疫苗护照在这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你说黑鸣贵去打打抢去了 抢之前先出示疫苗护照 出示啥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这些情况很夸张 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就说奇怪 为什么这次会有这么多的政府 无论如何都要强制大家打疫苗呢 你觉得是什么 就是为了控制 我觉得这个时候 如果要是作为政府来讲 你不抓住这个机会 真是枉费这一次的时间 真是枉费这一次全球 大家一死在做这一件事情 你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 你看他们政府透过这一次 收集了多少权利 你平时会随便把打针的权利给别人吗 当然不会 谁拿针扎你 说你不打针你就不能去吃饭 你会理他吗 走开吧你 不过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些权利 这一整个东西 从金钱这边开始就已经算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夺权了 因为各位要知道就是你拿钱包里面的现金 不代表你真的有这么多钱 对 那你代表的就是 你的政府允许你有这个样子的财富 当我们在使用现金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一次在交易的时候 就是在用政府允许的钱 来去交易我们的这个生活必需品 所以说政府想要控制的目的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政府就是要你 第一个刚刚你说的百分之表完全的补充 第二个就是他需要努力 他需要增产 他需要别人帮他做事 就像以前的那个欧洲那些王啊 还有国王 然后还有贵族他们 他们就是有一块地 所有的人帮他们做事 在那边耕田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们可以从里面再拿取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说他们唯一可以继续控制这一块地的方式 就是压迫上面的人民 而且还要人民帮他们继续做事 所以说政府压迫人的目的 对 其实有史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从来就没有一个政府出来说 我们是要来保护人的 要来保护人的自由 只有一个国家 它写在宪法里面 就是美国 但是美国现在也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大家要非常非常的 因为嘴上说的永远都不算数嘛 写在宪法里面你也可以不着做嘛 对吧 就跟我们现在的 对啊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有很多人当然就想说 我就是不要打疫苗啊 我本来这些就可以自己去做的事情 为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 打疫苗了才能做呢 所以就有很多 大哥大姐做出了一些非常夸张的行为 就在澳大利亚 有个大哥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这个事我想都想不到 他绝对是个人才 因为现在在澳洲呢 就是你必须得有疫苗护照 所以你才能去干所有的事情嘛 你可以去出那些公共场合呀 这大哥呢 他也想要疫苗护照 但人家就不想打疫苗 咋办呢 他就在袖子里面套了个假胳膊 假的 啊 就是 就好像类似于 比如说像给那种残疾人士 带的那种假的手臂 啊 他就把塞到袖子里面 那他真胳膊藏在哪 我不知道难道是藏在衣服里面这样 然后袖子里面套一家 I don't know 反正他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人家就说 你打疫苗吧 应该他要办疫苗护照吧 打疫苗 他把袖子一撸起来 那护士拿着胳膊一看 颜色怎么有点不太一样啊 你把袖子再往上卷一卷 然后越卷 越卷越奇怪 对 就是他想如果要 啊那他这个还是完全不能动的这个概念啊 我不知道他那个到底是怎么work的 反正其实呢 这个揭穿的过程好像没有很久 让人家大概一看人就说 你这假哥们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这护士呢还很生气 还上电视台接受访问了 护士还生气啊 他生气了 他说 你这人到底有没有诚信呢 谁来办疫苗护照都可以办的吗 哦是哦 啊他拿那假哥不不让人打吗 人家发现了吗 说是假的吗 然后这人说 你帮个忙 你就你就你就往这里扎一扎吧 你给我个疫苗护照 嗯 那护士就生气了 就上电视台讲了 去采访就说 做人是要有诚信的呀 你疫苗护照怎么能随便糊弄人呢 给我个假哥吧 你让我打我就给你打吧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 护士的立场也没有错 对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说谎 你要疫苗护照 那就是要真的 对 就你为什么要这样 对 然后你就是要去打 他是以一个防疫的一个心态 去做这件事情 拿假哥不不的人 他就是以一个 我想要方便的心态 去做这件事情 我在想 他是不是纯粹去搞笑的 还上了国际新闻 对 连我们都知道了 你一个澳洲拿假哥不的人 美国都知道了 他是故意去逗那护士玩的吗 还是干嘛 我不知道 那你觉得这样算是对政府的屈服吗 就说如果他是真的想拿这个假胳膊去打个针 然后要一个疫苗护照 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啊 各位这个观众可以在底下留言说 你觉得他拿假胳膊去打针 然后呢 拿到的疫苗护照 算不算是被对政府屈服 你来讲讲吗 你觉得是不是 我觉得100%绝对是啊 对 要不然你为什么要服从这个系统 你还要去拿一个什么疫苗护照 对 没错 因为我们在反对的东西是政府 创造一个我们必须要屈服的系统 不是疫苗 我从来就没有反过疫苗 我反而是就是说你想打就去打 就你自己的选择嘛 对 而且我还觉得说如果说你超过65岁了 那你应该要去打疫苗 不然你会死掉 我还是会说这是你的选择啊 但是我会建议你去打 但是 我们现在反对的东西是这个系统 就是政府说你要有这张纸 你才能做什么什么的 对 没有任何人有这个 呃 资格去做这件事情 就像现在很多人就是拿假的疫苗护照 对 去网上去做 然后去列印 然后什么各国不同的疫苗护照 这样子我个人认为也算是政府 对政府屈服 因为你尊崇这个系统嘛 比如说我愿意在这个系统下面 找一个夹缝来生存 对 那你就是已经屈服在这个系统下面 对 我觉得我们反对的东西 就是要反对政府继续掌权 然后继续去 不是反对政府掌权 就是反对政府继续扩大 他不该拥有的权利 对 那疫苗护照就是一个 他不应该拥有的权利 没有一个人可以规定你说 一定要把针插到你的身体里面 This is stupid 然后给你打点什么 你才能去饭店吃饭 No 对 你天生就有资格吃饭 只要你能买的到饭 或者是你可以去外面 抓一条鹿来吃之类的 抓一条鱼来吃之类的 鹿没有那么好抓 抓条鱼也没有那么简单 反正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能耐的话 你就可以有资格 有自由去做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政府没有资格去控制这一切 我打个比方 例如像说地价税这个东西 美国本来是没有地价税的 是吗 对 美国这个国家本来 像说你这一块地 那是你的就是你的 那时候美国在西部大扩张的时候 你在那块地上面 然后你插个旗到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你能插多远 那块地就都是你的 是哦 对 这么好啊 对 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大地主 啊 对 然后 就那时候人家跑得比较远是不是 对 跑得比较远 跑得比较快 然后呢 可以画一圈 画一个正方形 那块地就是都是他的 还好你那时候没去参加 对 刚没有一步啊摔倒 然后说 好啦 两平方米 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的地是这个样子 然后政府是没有资格去管你有多少地 然后你不能用那个地收税 那政府就跟你讲说 你的地 我们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啊 如果你这块地我可以收税的话 全部的人 全部的小孩 都可以有教育 如果你这块地有什么的话 我如果跟你收这个税的话 你整村的人你都会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说政府 拿你的资产 然后呢 分给其他的人 创造出来的财富之后 透过税收 偷取你的财产 然后用服役的方式发放给其他所有的人 这照道理讲原来是应该是违宪的违法的 但是就是民主 那一村的人 如果说90%的人说 对啊 我们想要小孩免费上课 那你这个地主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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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政府就说 OK那我们就来投票 是不是 这个人应该把他的地拿出来 然后呢 分给大家 然后他们税收这东西 我来收钱 然后呢 分给其他的人当作福利 那这个其实就是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偷取别人的财产 利用民主的方式来分配给其他的人 基本上就是当一个小偷啦 如果你说 这世纪有没有义贼廖天丁啊 义贼之类的东西 其实政府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 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义贼 那么 假护照这个东西 假疫苗护照这个东西 对我来讲 就是政府在假装 就是假冒伪善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 你只要把这些权利全部给我 然后呢 你只要给我更多的 更多的这个 你的自由 还有你的这个行使各方面的权利 我就可以给你什么 但是这一次他没有给你任何东西哦 这一次他没有给你任何东西哦 不是现在连汉堡套餐都不给了啊 对 这一次他是说 你要把你的自由给我 你才可以生活 你才可以过一般人的生活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啊 那我们就看说 说为什么 其实很多人是非常非常追捧疫苗的 那他们追捧疫苗这个前提 一定就是说疫苗有用嘛 对吧 所以很多支持疫苗护照的人 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 只要我们大家每个人打了 那就一定没事了 为什么现在一直变种了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不打疫苗啊 所以他们是抱着这样一个观点 可是我们就看到说在宾州有个地方 他特别特别的神奇 他是一个小村子 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呢 没有一个人打疫苗 结果呢 这个村庄到最后实行了全体免疫 超厉害的是不是 那这个村庄在宾州 然后是Almage的村庄 就是那个德国的非常非常信忠 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一群人 嗯 他们不算德国人 就德国的后裔 然后就是留胡子啊 然后呢家里可能连店都没有 哎呦很原始的生活 对 他们就是拒绝接受这些任何的科技吧 嗯 就是他们还是用牛车啊 然后呢他们养鸡啊 然后就是一块地 他们还是会付税 对 但是那块地就是他们的 别人会觉得说他们很穷 但是其实他们是很富有的 他们金钱往来 还有税售上面没有这么的高 他不是说什么 哦我要买一堆电视啊 对对对 我买什么蓝宝金啊 我买那个钻石耳环呢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他们这个村子就全体免疫 他们一开始就是 疫情开始的时候 就是得病 然后呢 得病了之后呢 就突然全部传染 哎呦一个村都得病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疫苗 什么都没有 对 就是很可怕嘛 对不对 然后就是啊糟糕了 整个村 全部都得到了之后呢 然后全部呢 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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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生病了之后呢 就都好了 所以他们全村就全部免疫了 哇哦 那这个就是我对于新冠肺炎的这个 对一个看法 对 或许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 是很强耶 对 疫苗真的就是给65岁以上的人 然后他们需要更多的多一层保护的话 可以增加他们免疫力 然后多一层保护的话 那么是必要的 但是像Amish这样子的人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他们不接受政府的任何东西 然后他们等于就是跟政府完全切割 他们小孩也不上公立学校 他们等于生活就是自理的那一种 嗯 一群人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过原始人的生活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我们 或许无法像他们那样子过生活 他们其实能这样在一起合作 这样一起过生活 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对 这样是很多的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 对 因为人家合一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在他们那个里面 我走了 我不干了 你给我吵人家 我才从这搬出去了 我要那个 我要去酒吧 我要找美女 人就走了 对吧 而且他们吃的也蛮健康了吧 对 种菜的organic 自己种自己吃 这生活性蛮好的 就是简单 对 但你要想想看 就是没有iPhone 没有电视 没有车子 然后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什么东西 你要一个房子的话 你就只能找你那一村的人 帮你盖一栋房子 所以就是大家这样的关系 也会变得非常亲近的 然后大家之间也都是非常熟悉的 你就好像以前在东北的那个村子里面 谁家杀猪了 到了过年的时候杀一头猪 那真的叫全村人一起来吃 你知道那个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 但是就农村会有那种很大的锅 然后下面烧火那种很大的锅 那不是杀一头猪吗 对不对 就告诉家里的小孩 就是去叫一下 就说我们家杀猪来吃饭 然后就会炖一大锅的酸菜 还有猪肉 就这个菜叫杀猪菜 杀猪菜 对就是因为一杀猪了就会吃这个菜 所以这个菜就叫杀猪菜 就是像东北的酸菜 然后白肉 然后血肠 什么什么这些 对 所以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这间邻里之间的 淳朴的邻里之间关系 非常非常单纯的 你一听说谁家有个事了 马上他就跟自己家有事的一样 马上就去帮忙 那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样的话 人就会比较单纯吗 因为大家之间信任度也很高啊 有了iPhone之后反而彼此不信任 有了iPhone之后 天天看那些乱七八糟的 谁跟你讲这个 明天跟你讲 人的思想就变得没有那么单纯 对啊 但我们看到的话 这个村庄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案例 然后我们也知道爱神是多么的重要 对吧 你看就这样一群单纯纯活的基督徒在那里 嗯 得到了全体免疫的生活 这不是很棒吗 对吧 但是同时的我们又发现 其实人这个动物好像稍微有一点纠结哈 是 其实很多时候呢 传播谣言呢 这个心理其实是感觉非常非常爽 我们就拿这个最近新出来这个病毒来说 Omicron Omicron 哎呀 这就不得了了 其实目前为止一直到现在啊 这个Omicron 可能它出来的这个效果 还敢不敢感冒呢 对 他说传染性强嘛 人的那个反应低嘛 对 那就感冒嘛 可能还比不上感冒 感冒你有时候还得在床上躺个两三天呢 对 但是传染性强嘛 比如说我要是感冒了 我这说话 就可能传染给你了 你马上回家就开始头疼了 然后你就开始感冒了 所以这可能是传染性强的一种表现哈 但是这个Omicron呢 现在看来没有任何一个病例是因为这个死亡的 对 然后这个也都是非常轻的情症 甚至有人得到了都不知道自己得了这是新冠肺炎呢 都以为是个小感冒哈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尤其是家长 好可怕 哎呦我跟你讲 亚洲的那个 你要是跟他说 其实这个病毒没有那么可怕 谁说的 你别听他们乱讲 我就说可是没有死过人啊 没让你知道而已 OK我都知道了 OK 每一个国家都在说 哦那个国家其实死了很多人 嗯 就像说台湾会说什么 哦南非好像怎样怎样 Facebook上面啊 WeChat也有在传这个东西 有哦 Omicron好可怕 然后呢 杀了多少人 然后死了多少人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 哦其实会致死 而且还会有慢性病 其实跟coronavirus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一样 哦对 一开始coronavirus 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就是 就是你得了之后呢 就说什么 哦你会什么肺积水 肺衰竭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精神也会有问题 然后职场还会怎样怎样 就是你这个病毒 就是你全身上下 他没有一个地方不攻击的 然后还会中风各方面的 就是媒体啊 还有这些医学博士啊 能把这个病毒说的多可怕 就多可怕 然后心里会有问题 我最记得的一个就是 哦本来小孩没事 然后呢 得了之后过两个月还是几个月就疯了 新冠肺炎 然后在他的脑子里怎样怎样怎样 那还是我妈传给我的 是啊 我妈还是护士 我就觉得说 你的那个时候病毒学你到底读了什么东西啊 就觉得非常非常特别就是 哇你怎么会相信这个东西 一个肺炎的病毒会对你的 那我觉得就像中牛豆一样 那时候防天花的时候 牛豆就是已经被牛弱化的天花病毒 打到你身上然后你就有抗体了 我觉得或许Omicron最后这个病毒会变成的就是那个样子 可能到时候每个人都会得 但是最后一定每个人都会有抗体 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好美是一样 对 因为因为你期待这个病毒消失不见吗 他们既然把这个病毒放出来了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可能会消失不见吗 除非他们告诉你说 某一天全日一起宣布 我们彻底战胜新冠肺炎了 然后你之后再有人得肺炎 他说你是感冒 对 对所以其实对很多在亚洲游戏这些妈妈来讲 他们很难理解的 美国人怎么服从心这么差 对 怎么就不能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 而为了大家好呢 你们怎么这么奇葩 为什么就不能乖乖的去打疫苗呢 因为这次的这个疫情 真的是让政府吃到甜头了 没想到人民没有自由这么方便 没有人出来抗议 只要抗议就可以用防疫的方式来增压 就像那个澳洲那个样子 对就是说回起来这样传染病毒 对 几个澳洲那个样子 直接开那个Robert Bowling 啪啪啪这个样子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国会开预算的时候就是随便开 没有人可以查 很多政府可以合理的合法的监控人 中国大陆手机定位 台湾也是 对台湾也是 我们的这个Presida回台湾的时候 他就是手机被track 然后在他家里 他出房间就要被打电话 哪一步也不敢出 对 你的手机号码可以随时被你的政府监控 你的简讯 你的个人资料 你去哪里 你的目的是什么 全部都可以被政府完全的掌握 你消费模式 上网买东西 工作习惯都可以被改变 只要政府说什么 你就会很自然的依赖政府 对那如果像政府呢 特别需要钱的话 有钱的国家就特别会说说 来我们来增税 然后大家一起来抵抗这个疫情 然后没钱的国家就会说 为了要抵抗疫情 所以我们就要拼命的来印钞票 那不需要为任何人的负责 还有一堆人民会自愿的来去管其他的人民 不听话的话呢 就还可以再被攻击 再加上媒体的炒作 把政府当作是一个真正的抗疫的英雄 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子 每个国家这些政客上去的时候都好像披着披风 然后头发在那边吹一样 对啊 对然后就是天哪 你看我为了你们做什么 任何的法案都可以透过抵抗疫情的理由通过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啊 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这么想要这样子的权利 就是什么东西只要用这一个借口就OK啦 那我最记得的是台湾那个时候有就是人在凌晨五点在外面抽烟 然后呢就一个人就冲过去说把口罩戴着 然后那个人就说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天还有点蒙蒙亮的那种感觉 对 一个大爷 对 站在这个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在那里抽烟 对 然后那个人就说现在是疫情耶 叫你戴上就戴上 然后那个人就戴上了 然后这样子的story This is so stupid 超蠢的一个story 放上去被全台湾的人夸 还有那个台湾那个什么 还有明星什么叫什么名字 忘记了 说什么哇台湾人好棒 彼此督促彼此管教 政府就希望你这个样子 政府就希望你当个神经病 别人抽烟干你屁事 而且大早上五点钟又没人 你过去干嘛去了 对 你不睡觉你在这干嘛 对 因为他们知道你想要控制别人的自由 每一个人都想要叫别人怎么做 我们这个频道也是在叫别人怎么做 只是你们要不要做是你们的事情 我们只是讲出来而已 对 但是他们这样子的人 他们就是很多人都是希望 因为他们现在怎么可能经济不景气 然后在公司上班也不顺利 所以说他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做错了 我可以去纠正你 他会觉得很爽 而且他觉得这是一种正义的表现 对 他觉得自己是真理 就这样 他会有一个荣耀感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病态的一个东西 但是政府就是促成 而且在鼓励这一点 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 之前说过疫苗护照就是促成人民分裂 就像纽西兰总理说的一样 这个就是促成可享有公民权的人 跟无法享有公民权的人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 要创造阶级制度 让人民可以彼此的攻击比较困难 但是这一次只要政府可以宣传出更可怕的疫情 就可以让更多人更愿意的 完全跟政府合一来抹黑其他人 疫苗护照已经变成一个良民证的概念 中国大陆有良民证吗 没有吧 没有台湾有良民证 什么意思叫良民证 就是你要去跟警察申请说你没有犯罪记录 然后什么什么你才去 你才可以去哪里工作之类的 我不知道 就有点像背景调查 只是这个记录不是你的有没有犯罪记录 而是你到底有没有听话 所以这应该就叫一个听话证 不用叫一个良民证 不叫疫苗证 听话证 乖乖 政府说什么我都完全做到 所以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一个听话证 我们到底要不要政府来判断 我们是不是听话的人 我们到底要不要来满足政府所提出的 所有的限制我们人生 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们有没有必要做到这样 或者我们需不需要像澳洲的那个男生一样 拿个假胳膊去 拿一个 为了得到听话证 拿一个假胳膊 然后来换到一个听话证 拿这个听话证可以去什么餐馆里面吃烤鸭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需不需要做到这个样子 我们当然不需要 因为神告诉我们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完全自由的 所以我们完全不需要得到政府的认可 政府的眼里觉得我听话不听话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疫情啊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疫苗护照出来的时候 原本一开始大家都很反对疫苗护照的 政府也反对 对不对 出来了之后 行使了之后 每一个政府都 天哪我要疫苗护照 对 就连共和党的州 很多州长都觉得说 或许应该要支持一下 因为他们真的是尝到这个甜头了 他们真的觉得说 或许这个东西 对我来讲是好的 如果我有这个东西的话 我就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讲到这里我想到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 魔戒这个电影 反正它里面就是讲说 有一个戒指 那个戒指呢 戴上去了之后呢 给你掌控一切的力量 这个戒指 好像很厉害 然后呢 所有的人都想要 用这个戒指来做什么东西 但是其实那个戒指 从头到尾 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就会被这个戒指控制 哦 然后但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我得到这个戒指的时候 我如果要打败坏人的话 我就可以拿着这个戒指的力量 来去打败这个坏人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每一个都是这个样子 到最后主角也都是这样 主角就是 打了之后 然后掉下去 不小心掉下去 然后那个戒指才销毁的 嗯 所有的权力 就是这个样子 你说疫苗护照 有没有任何意义 一点意义都没有 也没有办法把 任何的东西给人民 这个东西就是 政府的那个戒指 他只要有这个戒指 他就觉得说 他可以合理的压迫你 所以各位千万要反对疫苗护照这个东西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住在加州的话 don't do it 嗯 and get ready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那接下来呢 在我们片尾会给大家送上神奇双波制作的 通知大家哈 有很多家长搞不太清楚说这个亲子关系说到底要怎么办 尤其孩子越长越大 怎么感觉说 诶 那不听话了呢 不好管了呢 好那当然我们不能给孩子发一个听话证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欢迎大家来看 我们片尾有这样一个专门教你亲子关系 这样一个讲座 欢迎大家来参加哈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依康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大LA神奇快讯 在家中您跟孩子的沟通是否越来越少 越来越糟 或常因功课 网瘾跟孩子争吵发脾气 如何更有智慧地化解这些问题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让和睦住进我们的家 12月11日2021年星期六 美西时间下午3点30分到5点 由爱与冲突和睦事工推出的云端讲座 特别邀请陈文鱼博士要和您分享 如何化解亲子冲突 若是您有参加过陈博士的讲座 相信您一定会知道 这会是一个有深度且具应用性的讲座 千万别错过哟 也期待您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参加 报名详情请上大洛杉矶教会网络 www.dalachurch.n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